同志们 这是一件多可怕的事情 当我们第一时间 接受到战斗警报的时候 竟然有80%的人不相信 这是一场真实的战争 我们是一支军队 是替党 替国家 替老百姓 守平安的一支军队 可是这样的一支军队 心里面没有战争的概念 这是一支什么军 同志们 我想先给大家介绍一个人 出来吧 搞什么 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军局特战大队 副大队长 李铁同志 也是这次作战当中 打败我们的人 同志们 李铁同志特种作战经验丰富 训练有法 经旅单位请示军局批准 李铁同志从现在开始 借调到我们山地里工作一段时间 他来帮助我们进行训练改革 就是帮我们探寻出来一条 实训 实练 实战的新路子 同志们 同志们 我想在这里问大家 你们下面所有的人 在接到这个作战任务的时候 有谁是认为这是一场真实的战争 还不是军事演习 给我举手 好 认为这是一场演习 不是一场真实战争的 举手 好 震惊啊 同志们 这是一件多可怕的事 当我们第一时间 接受到战斗警报的时候 竟然有百分之八十的人 不相信这是一场真实的战争 我们是一支军队 是替党替国家 替老百姓守平安的一支军队 可是这样的一支军队 心里面没有战争能给 这是一支什么军 不相信战争 怀疑战 甚至你们在心里面 否定战争 小军连长们 作为我们人 一个一线的指挥员 他从接到这个战斗认为 就不相信这是一场真实的战争 于是他就认为 在演习当中 不可能把吕指挥部 当成袭击的目标 那么结果是什么 我这个旅长 在作战室里面成了夫妮 我的作战室成了别人的作战室 我首先要告诉你们 山地里内部的那个内奸 那个特务 是什么 就是我 你们不要赶到世界了 你们心里会问 你是不是有病 把山地里整个就这么轻易地给出卖了 而且卖得如此的廉价 卖给了十几个小毛贼 对 就是小毛贼 这几天把我们弄得鸡飞狗跳 最终我们的手机 全军亏败 丢了脸面 我承认我有病 而且病得不轻 应该讲是病入了高峰 这个病的名字叫和平 同志们 这么长的时间了 东线五战时 西线五战时 南线 北线中线 东红战时 和平力 在我们军人身上 变成了毒瘤 这就是可怕的现实 就是现在 不是也年年拿脚来吗 但是同志们 这就可以了吗 这样就是一直让党 让国家 让我们的老百姓 每天都能睡安稳 一会儿 就要是军队了吗 是 事实流余地 上阵不舍身 出勤不尽力 二十四小时里面 没有战争的意识 面对未来是战争的 我们怎么打呀 我们连一群小猫 都打不过 这就叫和平力 和平力 是我们现代军人 每个人身上的毒瘤 如果不摘掉它 我们对不起 对不起国家 也对不起 养活我们的老百姓 我们必须大胆地改革 走实打实干实战之路 中国人民解放军 C战区山地领兵力 根据旅党委决定 并上报军区批准 在山地里 依托侦察连组建一支 不少于三十人的小分队 以探寻实战训练的 方式方法 标准 制度 为部队实战化训练 改革 积累可复制 可推广的经验 一 小分队名称 小报队 二 小分队人员 鉴于小分队训练的实验性 将实行一套 全新的训练大纲 全部人员 从2015年度新兵中 择优录取 三 小分队装备 使用目前山地里 现有最好装备 包括最先进的 单兵数字系统 四 小分队领导班子 人命 侦察连连长萧军 到 兼任小报队队长 是 侦察连代理指导员 林雨清 到 兼任小报队指导员 是 特种大队副大队长 李铁 到 任训练总教员 是 侦察连师官长黄大鹏 到 兼任小报队师官长 是 三位 侦察连 下一个 轻轻 轻轻 出关呢 他不想报名 这次报名的可就是各营联的 新兵尖子 你行不行啊 你是玩枪的 我是玩无人机的 你是武装侦察 我是技术侦察 请你先搞清楚两个技术专一好不好 好 好 大家都安静一下 第二 今天 我代表总教员 向大家传达三点 第一 只有大学生执招士官和新兵可以报考小报队 第二 小报队成立以后 用的是特种大队的训练大纲 他的训练 极其的残酷 你们只有付出了一切代价 乃至于生命 才有可能成功 大家听好了 我说的是有可能 第三 小报队实行的是选训制 如果有人坚持不住了 随时可以打报告离开 有什么不明白的吗 报 市管长 小报队训练真的那么苦吗 不苦 是残酷 那可不可以不报名啊 可以啊 资源报名 没有人强迫你 但是你要离开侦察连 为什么 因为小报队组建以后 要编制在侦察连 编制有限 没有通过预选的新兵 没有通过预选的新兵 和没有报名的新兵 要离开这里 给他们腾编制 这些人 这些人 太多忙了 大家谁还有一万 没有了 好 欢迎你们来到地狱 继续报名 来 酷水 小报队可不分什么专业 赶紧回去吧 别 那你管 万一我要是考过了吗 万一 你一万个考复证 小龙 你有没有听说 宗教员要住在咱们连 好像是 行李总拿来了 真的